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年燈Po Po的標題是這樣寫的 人越大過 越不喜歡吃放題任食 這個人是這樣說 吃完又制 胃脹著脹著不舒服整晚 肉類如生質素又不高 好像為了咬東西而食 計上加一 埋單時一個人都要300元 但其實出街吃的話 如果兩個人 簡單單單散叫三碟菜 都已經是飽到心口 即他的意思是兩個人吃三碟菜 就已經飽到心口 就說覺得很滿足 就說自己老了 其實是的 因為我自己昨天都是吃日本菜 我叫多了一碟魚生 飽到仆街 好冷流 講一下他現在的網友講什麼 這個網友是這樣講的 他說記得中學的時候 就只夠錢吃明醬 糟糕 陰影 明醬 明醬 明醬那時深水堡 好像有一間 跟著那個銀城 旺角的銀城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旺角也有一間 那時我也有吃的 很難吃的 五十幾元 任吃 那時和同學 吃壽司很難貴 那時應該十二三歲 中學沒什麼錢 例如放假 星期六日 跟同學 就可能給五十幾元 去吃明醬 是一個活動來的 不過我沒有試過 那些什麼 紅豆軍艦 那些我沒有試過 我也是很正常的 可能吃些什麼 肉籽壽司 什麼 三文魚壽司 我好難記得 他那塊飯是暖的 這個就是我的記憶 還有那時整班人很開心的 那些同學 那些同學 十個八個 很難開心 下一個留言 不用大一個 吃兩三次 就覺得其實不值 又不是 我以前小時候 吃自助餐 吃什麼放題 任吃那些很難開心 反而現在二十幾歲 就開始說 根本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眼闊肚窄 根本就 哪吃到那麼多 神經病 很難搞 但是你說如果現在去吃放題 可能多數都是 整班人不知吃什麼 那不如去放題 因為這樣又有得吃 那個又有得吃 譬如你喜歡吃炒飯的 你就吃炒飯 你喜歡吃什麼 就吃什麼 但其實現在想回 怎樣算都是不值 對 好 接著下一個 一個人三百 四個人就千二 肯去餐廳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計算一個人 給三百元出來 譬如你去吃泰國菜 越南菜 或者去餐廳可以吃到很多好東西 對 好 接著下一個 大過了之後 越來越喜歡吃這個兩送飯 又大碟 又多選擇又便宜 還要多加一碗荔湯 兩送飯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如果你說街市買飯盒 那些兩送飯 三送飯 我覺得是划算的 我吃開那間 他二十九元就是一個兩送飯 很多送給你選擇 但他就不是剛剛做好的 他就只是放在那裡 整定地放在那裡 用蓋子蓋子也應該乾淨 荔湯那些就送完就沒有了 如果現在三送飯是三十幾元 兩送飯是二十九元 我覺得都ok的 都不是說很頂腿的 我覺得都好吃的很多地方 其實 看看你自己的屋邨附近那些 兩送飯三送飯 你那間店本身好不好吃 那便划算 那便划算 幾十元就行了 不用吃三百元一個 好 下一個 回想起之前 中學時 整班人 一起喪食 那種feel 真是好唏噓 中學那時候 真是會 我住沙田 小時候住馬康山 現在住沙田 那時候讀書 在大圍讀 我們放假 除了吃名醬之外 還會打邊爐 打邊爐就是去那個 薄康村 薄康村 還是沙角村 那些大排檔 也是打邊爐任吃 那時候 我們學生 七十幾元 還是八十幾元 一位 又有無限汽水 可以不停拿汽水來喝 又有肥牛 總之任吃 好多東西吃 吃到你吐 那時候我們好多百厭 喝好多汽水 喝好多可樂 回去一定 都很糟糕 想回 中學那時候就會 現在都不會 哪能吃到那麼多東西 和瘋狂線 那差不多 沒有了 我都是CAP了這些留言 大約就是這樣 那只要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就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